想不想看个报纸啊 她说我可以吗 好 没有 还可以看报纸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尽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啊 当她达到那个可能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 那我的高兴都还来不及病人的高兴 因为病人那种感觉 是从失望中透露一些希望跟快乐 那真的能够体会到说 这时候的病人 你当你知道被宣判是默契的病人 脸上是看不到笑容的 可是可以在这时候看到他们短暂的笑容 最起码不是24小时就在那种无助当中 然后这段时光是我可以得到一些希望 因为信仰的关系 高发不想让孩子常来医院 孩子成了他在病床上最深的信念 医疗团队找出了视讯电话 让高发能够每天看看孩子 和他们说说话 你怕弄坏要可以 所以你刚才讲说那个 事情很便宜的 换一下刷牙 怕弄坏了 因为这个东西坏了就要坏心 先确定一下我们这边机器也没有坏 不然到时候到这边砍在人家里 原因不小心 在生病之前 高发就和许多的父亲一样 为了家庭弃小努力工作 然而突如其来的巨变 搅乱了平静生活的步调 其实我这样灵性的部分 其实包括了很多平常日常生活里面 所谓的自己的生活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跟家人的那个相处过程 其实那个都是属于灵性的某一个部分 它跟心理的需求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去切割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去寻找到 病人和家属最期待的一个方式 那么尽量去协调这个部分 对 打开 打开 电话拿起来就好了 可是 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我装好 装好 装好之后我会打电话回来 然后我会拨821电话 电话响就拿起来接 然后看看会不会通这样子 好不好 我们先试一试看看 好 那个线就不要再拉了 还没啦 还没 还没 要他们打来 我们要去你们家装 这样啊 装我才有 去家里装了才可以 我等一下我打电话回来 您的女儿下课了 灵性照顾在我的定义来讲 它是一个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一个结合 当一个人到一个最后的时候 他会想想看 他过去医生是怎么样 他现在的状况 影响他的一个思考 他会对他未来 会很多的一个怀疑 如果他对未来有一个方向 对过去有一个肯定 对现在的症状比较可以控制 我想他的灵性照顾 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 安慰 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照顾 没问题啊 别想说我后了 我现在我再不信啊 没问题 我在学校当卫生部长 我在学校当卫生部长 外号叫做卫生汤哦 卫生汤 卫生汤叫卫生汤 你常去找他 这个卫生妹妹 卫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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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你们两个现在要讲什么话 心里想一想 不能等一下 跟你把我讲话 不理讲话 所以在学校怎么样 不要 这傻傻嫩在那里 想好 喂 看到了 有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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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们叫电话 有 叫电话 有 有 有有 有看到吗 有没有 还清除 有 还清除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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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宽 有没有乖 有没有乖 有 功课做完了没有 做完了才能玩啊 我们在这边 喂 各位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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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天去装了 就是我们看到孩子跟爸爸那个 看到那个对方影像的时候 都彼此非常非常高兴 回到他们好像爸爸还没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的生活 我觉得这其实是 让病人慢慢觉得说 他还是有一点点希望 他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 虽然他可能要陪孩子的时间不多了 而且也不长了 但是这是他最后可以仅有的一些时间 可以珍惜的部分 我想这个是我们去搭上的那个桥梁 慢慢的去跟他们建立关系 甚至于去有一些创意 帮他们想出一些不同的联系的方式 情感连结的方式 谢谢 你今天怎么办 你今天怎么办 我可以 有 不要讲英文 对 好棒喔 简单的都已经 我的名字就是 很厉害 这是 这个啦 学的每次都 不是 每次忘记了之后 对 重头学习 又去有什么 来 Juice 好 好 多喝你来喔 吃不吃喔 好 好 乖乖的跟妈妈讲话 好 好好休息喔 好 我是说你如果想看孩子的话 每次都去学校学 最近又开始接受化学治疗 就在高发住进新莲病房不久 她发现自己身上有了癌细胞 面对躺在病床上的丈夫 和两个活泼的女儿 她决心 要和身体里的癌细胞奋战到底 高发 她很想活下去 她这种 上面有异性 对她有那种 她就很强 大量的一个 里面的那个 覆益 这样子 她就靠到抑制 那什么时候 要做这种预防 有没有可能在需要 跟那个conference 再做这部分的 要达成共识 这样子 那要吧 现在要吧 她老婆自从开到回家之后 就是她现在都坐在两个姐姐家 对 两个姐姐家 对 两个姐姐家 然后连小孩子一起带过去 对 所以就是住在两个姐姐那边 那都是我们在一起的 我想说 是不是有几个方案 就是回家 不然就是在外面去问 对 就是回家 那就是或是在餐厅去问 对 或是在餐厅去问 那不知道她可以坐的时间有多久 我觉得不会很久 大概十几二十 就不会超过二十分 因为她下来 像刚才她就是下床座轮 就是那边一吐 一直吐 一直吐 然后她的时候要太久 即使自己通电话 当然来通电话 可是她可以把过去的感觉 这时候是 表露很多的情感在这里 我想说 接下来就是让她们 能够多点相处的机会 那只是比较担心的是她出血的状况 因为她的伤口 什么时候会出血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期的 很像一颗地雷在那边 什么时候踩到 会爆炸都不知道 那可是我又要训练 护理人员的一个能力跟经验 就是说 我不能因为害怕 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的预防 我们的措施 都我们来承担 我们唯一 告诉一个病人的期望 就是说 我们要跟小孩子见见面 家庭聚会 不要换药 不要换药 可以看 问你爸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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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周秋二日 阳光很好的午后 高发太太太 她传承者 她伟尊 看到心灵病房 很香 我要喝 你现在身体还好吧 这礼拜一要做化疗 我想做化疗 我想做化疗 比开刀 我想 开刀不会 那种伤口 就不怎么碰 就是做化疗 最好体力 你什么 哪里先干呢 这个 这个 师傅都在放 做不打 你很害羞 你很害羞 你这些 我自己做化疗 自己做化疗 自己做化疗 已经打一次而已 就开始了 我跟她去 叫白头发 我带不着 叫我们大人的导人 我自己的阿公 你叫啥 你开始做化疗疗 跟着你叫化疗疗 你叫化疗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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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做化疗 你用心理 没有用 我们心灵病房 有身心灵的照顧 就是医生照顧他的身体 我们这些志工 是打开他的心门 我们古早的人都说 三分是心疼 七分是外面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 可以说 不要去想那些 要求的事情 我说你既然拿到这个剂本 你要把这个剂本好好研好 我问一个人的剂本不同 问一个人的心理内心 深处的苦都不同 通常 他很想哭 他就会趴在我肩膀 我没什么话都不讲 让他依靠 我们一个社工说 这个好像二十四 那那个 二十四 就是说我的臉 好像那些人 哪有什么问题 发疗疗疗疗疗 那个就是相由心生 你每天烦恼 有准 有准备 所以我现在有点研究 那哪有 更开朗的人 他比较高 比较高 他比较高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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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 一旦一旦 似乎是完成了最后的约会 与孩子相聚的几天之后 高发离开了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我们事先其实可以去做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做得很好 常常我们觉得孩子不能帮忙 可是他们愿意帮忙 这个对 不管是对病人来讲 对小孩子来讲 都会有一个再次互动和珍惜 彼此相处那个机会 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面 一直到最后孩子能够 很正式地去跟这个 说再见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高发走了之后 新联病房的社工师和护士 去探望他的家人 偷哭 不敢放声大哭 爸爸的死亡 在孩子的眼里看到的是未知和无助 就把给爸爸的环令就写成一封信这样 小爸爸的时候 写好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面 他都会问我说爸爸也没有到天国去 也没有到天堂去 一直问我 所以有啦爸爸到天堂上去 对啊不然就把他烧掉了 爸爸就知道了 对啊 好想跟爸爸讲什么话写下来 对啊 然后再把信烧给爸爸 对啊 爸爸就知道你好想他哦 知道你有乖乖啊 对不对 与生命告别 有些人坦然 有些人挣扎 有些人无奈 还有一些已经失去表达能力的病患 怎么知道 他们在最后的时刻 最后的需要 对 那我就是被撕在前面 阿明聊过很多人就觉得 好像是一个等时的病房 我们也知道 癌症 所以在十大使用里面是第一位 所以现在的观念是 缓和医疗 也是当病人发现癌症的时候 都应该开始进行 在病房里面 我们也提供这样的整体性的一个照顾 包括说 他的心理上呢 还有社会上的照顾 这个是我们所期望可以提供的照顾 好 好 先去看看 好 好 这里的意思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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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疾病 大概如果身体恢复健康以后 大概也不用去管 这个病人心里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家庭有什么冲突 但是在癌症末期病人这一群 一方面因为它已经是医疗的极限 它的疾病本身没有办法治愈 那在这样的病人身上 我们一定还要面对到它 心里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出除了身体的症状控制以外 心里的层面还有灵性的层面 怎样让病人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 在死亡之前做好准备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胃癌末期 癌细胞转移到脑部的熟惠 已经无法言语 照顾它的是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我叫潘女孩来照顾 她会照顾了 我来来看看 我来来看看 这就是白鹤啊 这就是白鹤啊 这不是茶饭啊 大家都要这样说的 我们生意地坏就去掉 对啊 好看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想现在这样有好看 要不要跟我们看我 就这么做了 看 我們也很辛苦 阿姨也會穿高級 穿高級 也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 每個人還有每個人的家屬 每個人的家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可能用一個方式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案例療病房裡面我們常說 不擇手段就是用各種的方式 就是盡量把病人的一個困難 我們怎麼去協助他 這個電話 好 我來幫你盜牌 沒有 我這裡有 我這裡有 我再唱一條 阿姨 這邊 這邊 這一天 是淑慧的生日 病房裡的志工 為淑慧和媽媽舉辦了慶生會 陪伴著癌痞病人的照顧者 其實也最需要支持 面對著沒有反應的女兒 淑慧媽媽的無奈 和辛酸無處傾瀉 阿姨阿姨 在外面說 阿姨阿姨在外面說 阿姨阿姨都要這樣 阿姨阿姨是愛女兒 阿姨是愛女兒 阿姨是愛女兒 阿姨阿姨是愛女兒 历一個月 加油 接觸就是力量 尽管他们无法从病人的反应中 获得直接的回应 但是用爱全心照顾 似乎创造出一种 面对死亡的勇气 挥荡在病人 家属和陪伴者之间 让前往生命归处的路 仍有欢笑 希望 我们事全照顾 全人 全家 全城 全队 很多人问什么叫做全人 全人就照顾这个病人 全家就是我们家庭 让他们感觉他就像我们一家人 虽然很多志冈都是白人的家修 回来做志冈 让他们看他们 他们说他们不想什么 不过他们也会说坐在那里 跟他并肩作战 我们有人在陪你 我们叫吉祥 吉祥 妈妈 你没有说话 我应该吃起你的娘 苏惠 你没有给妈妈谢谢 感恩 感恩 谢谢 感恩 谢谢 太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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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学校所受的医学生的训练 全部的目标是所谓的治病跟救命 那遇到这样一群病人 明明知道他的病也是不好 那他的命也是快要救不回来 我们还可以替他做什么 那也许我们可以替他做的是减轻痛苦 甚至最好是可以解决他的痛 给他最好的照顾 让他去把握最后这一段宝贵的时光 如果你问我 在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还会要求些什么 我会告诉你 那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